上午好,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晚间好 今天继续带大家看迷宫翻 那样子我除了会补充动画组三改的部分 也会给大家科普原作的其他资讯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不妨帮我点个赞吧 有型提示用漫画补充的画面 均为动画组三改片段 好了,我们走起 在马洛斯也被石化的三天 七月查克找到了迷宫变化的规律 一个地方封住,另一个地方就会打开 墙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顺时针移动 并且石像的位置是固定的,如此重复 很快他们就来到当初和法灵走散的地方 七月查克担心的是留下的血迹可能会使那两人慌乱 但几人发现炎龙的尸体不仅不见了 连一点血迹都没有留下 打炎龙时留下的裂缝也在渐渐被堵上 莱欧斯上前查看 结果突然冒出个人告诉莱欧斯 狂乱的眼线要来了 莱欧斯人少了 因为只有自己看到 他还以为自己又产生幻觉了 马洛斯也好奇真的是幻觉吗 在得知狂乱的眼线要来了后 马洛斯也立马意识到是狂乱的血龙正往这里过来 说藏蛋一时也不知道要藏到哪里 马洛斯也灵机一动让大家躲进墙壁里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家也只好照做 原以为是马洛斯也的某种魔法 只有莱欧斯认出的这是迷宫青道夫 他们会分解迷宫内的垃圾 然后分泌液体对迷宫进行修复工作 种类的不同活动的条件和喜欢吃的东西也会有所不同 越接近地面的个体移动速度就越慢 在这附近的青道夫还没有完全固化 墙壁和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青道夫 因为是魔法生物所以是无害的 但森西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这种生物时常啃食他的帐篷 所以森西觉得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无害呢 同时也不禁感叹魔法的厉害之处 甚至延伸出了迷宫消化器官的想法 试一图长 这样 好在雪祭是消失了 齐恶查克催促他们趁着迷宫变化之前找到出口 看到楼梯大家都很高兴 毕竟现在要做那个了吧 没错没错就是那个 想到这里马洛西尔就套上了久违的青蛙套装 毕竟当初下来的时候遇到大群的触手生物 马洛西尔人傻了 他们说的那个竟然是先吃饭 用上了之前在第三层捡到的麦子 用上了石化鸡舌的肉 塑进了果实 曼德拉草的叶子等等 翻炒后加入鸡舌的蛋液 最后倒在米饭上 鸡舌的鸡蛋盖饭就完成了 为家清道夫盒子 真可以吃的饭盒 又在几人吃得正香的时候 却不曾想 他们已经被女人者们团团包围了 老师在一瞬间就被捆成了残宝宝 其他三人的处境也是非常的微妙 他们都是修罗的护卫队 先到老熟人后修罗立马下令放开 老师想让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 但看到修罗一行人这么大阵仗 其中黑皮小队也跟着修罗小队 虽然黑皮小队自顾自的认为 和莱欧斯小队有一些纠纷 但卡布尔还是礼貌的上去和莱欧斯打招呼 零好奇的问我们难道什么也不做吗 卡布尔有自己的见解 虽然想问宝石和食物的事情 但莱欧斯小队就算看到他们也没有内疚的表情 甚至表现出了第一次见面的神情 可能是对方忘了或者单纯只是我们搞错了 修罗小队在这里迷路了一段时间 绕了一拳结果又来到了入口 奇的查克调侃修罗竟然找了一群女孩组队 修罗说了都是自家人 武贺作为女孩们的领头羊年轻时就在半本家担任间谍工作 之后从前线退下来担任修罗的家庭教师 之前把莱欧斯捆绑的怪物其实是武贺的士神 名为牛头鬼 剩下还有同样和父母侍奉半本家的女轮者飞燕 因为从小和修罗一起长大 所以也是修罗的青梅竹马 另外还有小时候被卖到半本家的红千鸟 因为从小比较自卑的关系 害怕被嘲笑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以农装四人 因为被飞燕夸过素颜也很好看 同时也受到她自信又大方的影响 只有在飞燕面前她才可以露出真正的自己 最后是鬼娘犬料 非常罕见的巨魔女性 因为巨大的身体无法进行谍爆工作 武贺也非常苦恼要把她列为何种定位 小时候被当作大力士在训练 第一次上场时被修罗的父亲看到并被买了回去 回到现在修罗向大家道歉自己的不告而别 她没想到的是 莱欧斯小队在那之后又立马起程去寻找法灵了 她也担心莱欧斯草率的决定会有人因此受伤 不过事实是四人组打倒了烟龙 修罗因为长期担心法灵 所以睡不好吃不足 在莱欧斯一番劝导后 修罗才让手下给自己准备食物 莱欧斯见了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于是让大家分成三组去干活 原因其实是容易招来魔物或引起迷宫的一些变动 在众人分配好工作后 莱欧斯也把修罗拉开说明至今为止的经历 卡布尔好奇几人遇到了狂乱魔术师的真实程度 毕竟从来没有人见到他后还活着回来的 就算是真的 那莱欧斯小队是如何脱身的 为了隐藏马路西尔使用黑魔法的事情 所以莱欧斯以不清楚魔法为由简单带过了 这里有一处细节是 卡布尔其实发现了莱欧斯在说谎 这也是卡布尔的众多技能之一 细维的观察能让他在一瞬间就能判别对方是否在说谎 在得知莱欧斯小队一路都在吃魔物后觉得很有趣 但是莱欧斯说要用魔物招待他后其实还是很抗拒的 同时也觉得莱欧斯和兽人的合作很不应该 毕竟讨伐兽人应该是冒险者的义务才对 修罗想知道法灵复活后的去处 但有些东西莱欧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于是把卡布尔和修罗的护卫支开了 武贺在料理的过程中想起了小时候的修罗 说修罗小时候体落多并且饭也吃得很少 在另一方面修罗却只吃武贺煮的东西 出任务也会拉上武贺来做料理 虽然修罗自小很懂事 自己却让他为了法灵而任性了一次 在森西看来修罗为何只吃武贺做的料理 他的见解是也许这就叫做爱吧 开个玩笑 森西用做饭举例子 其实点破了武贺在感情用事 倒出了武贺对修罗的爱 这样也能让武贺更直面修罗陷入爱河的事情 在料理完成后 武贺就马不停踢的想给修罗送餐 却发现护卫和卡布尔在门外守着 里头修罗正在袭击莱奥斯 得知莱奥斯小队用了黑魔法复活法灵后 大家都很震惊 这种事莱奥斯应该很清楚 只要和黑魔法有关系的人 不论理由都是重罪 会被关到死为止 被西方精灵知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但莱奥斯很清楚发生这个情况的前提是 这里知情的人把情报说出去 但修罗不会这么做 卡布尔也因此很兴奋 因为听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与此同时远处的法灵正在呼唤着戴尔加尔的名字 这里看来法灵已经不再是法灵了 身体已经变成了类似奇美拉的生物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集迷宫犯的全部内容了 这集改编了漫画35至36画的内容 总得说删改非常少 只有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部分被删掉了而已 作为暴风雨拳的铺垫 这集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尤其最后法灵出场的画面是挺震撼的 这里提一下比较细节的三改 其实查克说明迷宫变化的时候 有时候一间房子如果有七间厕所 就一定有六间房子没有厕所 属于是伟大的厕所守恒定律 无后在帮修罗弄热水的时候 想象了修罗在木桶泡澡的画面 无后还想帮修罗刮胡子梳头发 在修罗和莱奥斯内讧的时候 旁边的卡布尔在一旁想象 担心真打起来的话自己也会被干掉 而且是断头的那种 顺带提这集莱奥斯的身诱表现真的很赞 和修罗对峙时的口吻真的就是 用黑魔法也是无可奈何 不服你砍我啊 而且我读你不会说出去 说实话如果我是修罗大概也会想砍他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还有什么我没发现的细节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你蓝老大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